我们都知道可能天气会对民航飞行产生一些影响 那在这起事件中 两位认为天气究竟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咱们先不说这个飞行员的驾驶能力 和这个飞机的硬件技术问题 就是说中国民航局对这个飞机的运营管理上 如果出现了这种恶劣天气 极端天气会危害飞行器 飞行安全的情况下 它首先就会限制你飞行 那它刚才片子中提到的 在这个航班飞行前四小时 有这么一次对流天气预警 对 就算是你有这种天气 突发天气也好这种情况下 它是有预警的 喷气是飞行客机 它的飞行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碰到气象问题导致了飞行事故 多半是在起降的过程中 对流程 因为在起降过程中高度比较低 突然你遇到了微下级爆流 哗 把你飞机晚上摁了 这个有时候气象的雷达 它不一定能够看出来 因为它区域很小 那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但是在中高空 应该说这种概率不高 这次的8千米 何况它当时是8、9千米的高度上 你有什么样的气象条件 它应该都可以是发现的 避开的 又有气象雷达 又有地面的保障 何况在这么高的高度上 它哪怕你碰到问题也很明确实 那么我们过去在部队飞行的时候 当时的那些运输机可能飞行高度比较低 四五千米 前面经常会蹦到机雨云 我们也都知道 穿过这个机雨云肯定是颠簸得非常厉害 怎么办 那时候设备也差 绕过去就完了 飞行员基本都具备这种素质 对 飞行员都知道 8、9千米的时候 基本上云都在它脚底下了 对 不太会遇到 那也有人说了 其实这一个坠机地点 方圆40公里以内 发生过三次空难 可能或多或少 是不是天气的诡异都会成为原因 这个地方 广西啊 我们这大山 山多 山区的局部气流 应该说是变化比较大的 但是这些事故你看看 它基本上都是起降过程 就飞行高度比较低的时候 山区的一些 这个非正常的机流 或者突发的一些情况 才会对飞行有影响 如果你的飞行高度比较高 它又不是在广西降落 它是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那它不可能 那个时候降低高度降太多 也就是其实不太存在说 这个地方是大家所谓的一个多风险 甚至是魔鬼地带 造成了这起事件 对 基本这个可以排除 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 谢谢观看